大家好,我是减七 前面的课程里我们讲了基金是什么,以及指数基金如何投 但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基金投资的波动太大 投入一笔钱,今天赚上几百块钱,明天就可能又亏上几百块 每天七上八下,实在太难坚持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投资的波动,让投资更安心呢? 这节课我想给你分享一个简单的投资方法 通过对基金买入成本的管理,降低市场波动对我们情绪的影响 更安心地进行基金投资,这个方法就是定投 很多人可能已经听说过基金定投 它的概念非常简单,就是在固定的时间,用固定的金额买入基金 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操作中,不理解甚至用错的人不在少数 接下来我会用四个最关键的问题入手,让你对这个省心实用的基金投资方法有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要用定投的方式来投资基金 定投是一种投资方法,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不同的基金上 它所对应的是一次性投资的做法 一般来说做定投有两个好处 一是可以帮助我们摊平买入基金的成本,拥有更良好的投资心态 一次性投资时,我们买入的基金成本就是一个确定的价格 而通过定投,每一笔定投的钱买入时 对应的基金价格会随着市场波动而不断变化 最终使得我们的持有成本落在一个较为平均的水平上 定投和一次性投资对比,很像是龟兔赛跑中乌龟的故事 一次性投资就好像是兔子,遇上好的时候,也许可以冲得很快 但是一旦遇到市场波动,可能就像兔子装上木桩,一下子晕过去了 而定投就像是乌龟,看似不温不火,但能帮助我们平稳地到达终点 它既可以避免我们一大笔钱买在市场的高点上 又能在市场波动的时候让我们有一个更平和的心态 避免因为市场下跌而慌望卖出,反而造成亏损 做定投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强制储蓄 坚持储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通过设置定投,相当于是请基金公司督促我们,自动帮我们存钱 如果你是基于长期储蓄的目的 无论是债券基金还是股票类的基金 我们都可以借助定投的方式更轻松地积累财富 了解了定投的好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定投 理论上说任何时候开启定投都可以 我们之所以选择定投这种投资方式 就是因为我们无法判断未来市场的走向 所以希望通过定投获取一个平均的买入成本 但是在现实中,不同的市场走势 的确会对定投的效果有不同的影响 我们不妨用真实的市场数据来说明 我们以最具代表性的沪深300指数基金为例 往回推10年 来看上涨、下跌、几字形、横盘和微笑曲线 这五种市场情况下 每月定投和一次性投入对投资收益的影响 第一种情况,市场持续上涨 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牛市发生在2015年 从2014年5月底开始到2015年5月底 市场持续上涨 这几乎是运气爆发的一种可能了 实现在市场的低股买入 在牛市最高的时候卖出的好事情 这当然是一种很理想的情况 即使是专业人士也不容易做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一次性投资会比定投收益要高许多 第二种情况,市场持续下跌 一般在牛市过后 市场会面临一个急剧下跌的过程 2017年的10月到2018年的10月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时间段 如果在这个时段进行买入卖出的操作 显然是会亏损的 不过定投会比一次性投资 让我们亏损的少一些 第三种情况,市场走出了一个极字形 也就是说市场先涨后跌 牛熊市全部都经理过后 会对我们的投资有什么影响呢 2010年4月到2017年的4月 就是一个长长的几字形 对比下来 定投的收益还是会比一次性投资稍多 第四种情况 A股有一个特征是牛短熊长 这意味着我们在股市中 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股价徘徊 既不会涨很高 也不会跌很多 这样的时段被称为横盘期 也就是整体是一个比较水平的走势 2010年4月到2013年4月 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横盘期 在这个时段 收益都不会特别好 但是定投的收益率 还是会略高于一次性投资的收益 第五种情况 微效曲线 最后一种情况是微效曲线 先说结论 这种市场趋势几乎是定投最适合的情况了 这种情况下 定投会比一次性投资收益好很多 因为定投可以在微效曲线的左半边下降过程中 以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多的基因份额 那么当微效曲线走到右边的时候 就会因此获得更多的收益 我们还是用数据来说话 自2001年以来 上证A指走出了五次微效曲线 那我们以典型的一段为例 2009年7月到2015年6月这个期间 定投的收益几乎是一次性投资收益的两倍 这五种市场情况 基本涵盖了投资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市场情况 我们可以得到两点结论 第一 除了市场持续上涨的情况外 大多数的市场行情下 定投都是更为稳健的选择 第二 应该尽量避免在牛市的后半期开始定投 因为在牛市的高点开始投资 接下来要面临的可能是长期的持续下跌 这意味着我们之后要坚持非常长的时间 才能把基金的成本平摊到足够低 但是我们该如何判断牛市是否到来呢 教大家两个辅助的判断方法 一种是我们在指数基金的课程里讲到的估值判断法 另一种情况 如果你发现除了市场连接上涨 身边那些平时对投资没什么兴趣的人 也开始讨论起了股票 可能就意味着市场已经开始不理性了 但无论如何 除非你刚巧买入之后 就进入了持续上涨的好时期 并且在高位卖出 否则即使是最简单的开始定投并持续持有 一般情况下仍然是优于一次性投入的选择 在了解了定投的效果 以及何时开始定投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时候应该终止定投 你可能常常会听到各种基金公司对定投的宣传 一直在强调 如果每月投资几百元 十年后就可以获得一大笔财富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诱人 但定投真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回到定投获利的理想条件 那就是微笑曲线 因为定投在投资中最大的作用 是帮助我们平滑买入的成本 我们想要获得丰厚的收益 最基本的原理仍然是低买高卖 能比平均成本更高的价位卖出 才是盈利的前提 所以定投应该坚持多长时间 还是要看定投的期间 是否跨越了合理的微笑幅度 首先你要耐心的等到 微笑曲线的右上方转向 如果你还在微笑曲线的左半边 就因为市场表现不佳 而忍不住卖出的话 很可能会亏损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听人说 定投需要长期坚持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等待曲线上扬的时间非常的长 从历史上看 从2001年以来 A股市场走出了五个典型的大微笑曲线 其中最短的曲线也至少有三年时间 当你见到微笑曲线扬起右半边之后呢 就可以结合对市场的判断 以及自己的投资目标和预期收益率来决定 是否赎回基金 尤其要注意的是 如果市场已经明确呈现了牛市特征的时候 你要格外慎重考虑 是否卖出并暂停定投 因为这个时候 往往基金的价格都处于高位 我们很可能接近了一次微笑曲线的右边顶端 除了从持有期间的价格曲线上判断外 是否卖出基金 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就是对基金本身的考量 毕竟我们坚持定投的一个隐性前提是 我们持有的是较为优质的投资标的 哪怕它目前在持续下跌 只要我们看好它未来的走势 那么短期内的下跌 反而能帮我们积累更便宜的筹码 但如果我们在投资过程中 发现持有的基金本身有问题 比如经常出现 市场上涨时 它的涨幅远低于同类其他基金 甚至还会下跌 长期表现不确定性太高 那么可以考虑把基金卖出止损 对基金定投卖出的分析来看 大家应该也更可以理解 为什么指数基金更适合做定投 一方面 那些反映市场整体表现的指数基金 比如护身300 标普500 会和市场乃至国家的经济走势 更为贴切 方便我们判断长期走势 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通过对指数的估值计算 多一个途径判断 基金目前的价格是否合理 当我们充分了解了定投的原理 以及买卖规则之后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 那就是具体确定我们定投的金额和频率 先来看看投资的金额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 是用来定投的钱 一定要是长钱 至少三五年内不会被用到 这样我们才会有充分的灵活性 来穿越微小曲线 其次 基金定投的金额 也跟我们不同阶段的投资需求有关 对于不少年轻的上班族来说 基金定投是一个非常好的 具备强制储蓄功能的投资方式 你可以从不会影响正常生活的很低的收入比例开始尝试 比如5%或者10% 一方面你可以进行强制储蓄 另一方面也可以去感受基金的涨跌 毕竟定投和银行存款不一样 在短期时间内仍然有可能会面临亏损 而对于已经组建家庭或者有了孩子的投资者来说 基金定投可能要承担一些长期的投资目标 比如说给孩子的教育金或者用于养老 这个时候我们可得先算一算 自己在未来多少年资金上的需求是多少 现在不少的投资网站或者基金网站 都提供了定投计算器的功能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小工具 通过填入详细的目标定投基金 以及各项相关数据 去计算合适的定期投入金额 当然也别忘了 在投资过程中 仍然可以根据收入的变化和收益的累积情况 去做调整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定投的频率 对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 按月投资是最方便的 我们可以绑定自己的工资卡 按月直接扣款 但是又有不少小伙伴非常关心 定投频率对收益的影响 既然定投可以摊平风险 那如果时间缩得更短 改为半个月甚至一周定投一次 是不是更好呢 其实很多数据回测都已经表明 长期来看 按月定投按周定投或者按天投 收益的差别并不大 我们只要保证一定的定投频率 确保价格的平滑效果 并不用苛求自己平凡的定投 搞定了定投的金额和频率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定投的小贴士 现在很多常见的第三方基金代销平台 都有自动定投功能 我们只要填好金额 选择好定投频率就可以了 好了 对定投的介绍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再一起来回顾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了解了 定投是一种投资基金的方式 它能够帮助我们平滑买入的成本 让我们更从容地面对市场涨跌 其次我们了解了 什么时候适合开启定投 投资表现会更为出色 当我们定投时 又该如何判断何时应该卖出 最后我们应该从自己的收入和投资需求出发 制定定投的金额和频率 给你留一个小作业 不妨评估一下你现在投资的基金是否适合做定投 然后做个简单的定投计划吧 另外针对课程内容 我为你准备了减期精华资料包 关注减期独裁这个微信公众号 回复关键词学习就可以领取 如果你对理财课程有任何疑问 或是希望加入到理财学习的大本营 欢迎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助教华画 它将带领你与数十万小伙伴共同进步 我们下节课见